一顆籃球 穩進他們的世界 一晃眼就是67年 只要慈籃需要我們 我們一定都在 因為慈籃是我們的良家 200下結束的 著手250下 慈籃是青少年快樂學習的地方 也是家長們歡喜不足的道場 無心之中 拉近青子間的距離 進來慈籃之後 他引導著我 讓我學習 感恩 尊重 愛 所以我就會去尊重孩子的想法 我會去跟孩子溝通 剛剛做的次數就送我 還有這位慈籃志工 劉忠岳 曾經是受到照顧的學員 現在是專業的籃球教練 換他來陪伴孩子們成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哪裡來的勇氣 我就一句話就衝出來說 只要慈籃還在 我不會離開 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子一份心 那在慈籃長大 讓我覺得 讓我學習很多 關注愛打球的孩子 也投入社區關懷 做環保 淨山淨灘 為孩子種下善的種子 我們怎麼樣借著我們這邊 這個慈籃這一顆籃球團隊的精神 然後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 這也是我們慈籃的slogan 愛心團結服務 教孩子啦 體力 更重要的要教一方向 心腦方向 人生真實方向 教他做好人 教他呢要造福 造福人間 這呢 更是生命的隔壁 此季籃球家族 累積27年的情感 一家人繼續攜手向前 帶水紅毛巾的紅痴 花蓮報導